永和永平国小旁地下28米 大约8成楼深的地底 捷运万大中和县浅顿机组准备就绪 预计2021年启动 新北市长侯友宜到场视察 地底下的庞然大物浅顿机组 主要是利用前方转动的切销组 向锁平盖的方式往前进 推力来自千金顶和作为返利座的环片 所组合的推手 捷运万大中和县 采用浅顿机专掘 主要是可避免影响地面交通 更为安全的施工方式 这个刀组各位看到 刀组的高度是不一样 就谁先通到土壤 当然是中间这个先通到土壤 然后再来是这个蓝色的部分 蓝色的部分它腰高16公分 我到11公分不等 那这个数分是11公分到9公分 所以刀的高度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因为它通到土壤的时候 它对土壤整个切销的东西不一样 万大中和县永平国小站地底 组装大型机具浅顿机 往中和方向的捷御师座 也是新北市境内 首座使用浅顿机作业 预计一天可前进8公尺 前往下一站中和站 衔接环状线 而这一段路从保生路 右转中山路 短短的一段路程 因为弯度大 施工的方式更为挑战 保生路过去以后 要转一个90度到中山路 所以这一台的浅顿机 就必须要有 那个所谓的双中折的一个装置 因为我们是一个圆的机体 它没办法转弯 我们就把这一个 大概有7点多公尺的机体 设量到可以转弯的 那个中泽装置 所以说它是很顺利的 可以从这边转弯 捷御万大中和县 全长9.5公里 100年开工后 进度为51.34% 预计114年完工 将会经过台北万华中正新北永和中和和土城 成为重要的大众交通系统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